等候汤底搭配韩式面条 韩流风也刮起韩式泡面热潮 现在还有来自韩国的五星主厨 教你把再平尝不过的泡面 煮出高级感 老风的来面是 他们会写水的量是550ml 大概这样子 不要超过这个的量 实际照着韩国主厨的步骤试试看 首先准备好550毫升的水 先倒一半进锅子 水还没热就加调味粉 等水滚了之后再把面放进去 这时水看起来很少 不用怕 这就是泡面入味的关键 滚水煮一到两分钟之后 把面捞起几秒钟 稍微降温再放回去煮 重复3到5次 做法有点像是日式乌龙面一样 冰冷水的时候 让面比较扎实Q弹 泡面我们就讲求快速好吃 就放两句好 最后再把另一半水加进去 如果想来个蛋 主厨也提醒 蛋拔进去之后 千万不要搅拌 不然喝起来很像蛋滑 蛋的香味不会这么出来 蛋会影响到泡面汤底的味道 最后再加点配料 一包40元左右的韩蟹泡面 卖向口感瞬间升级五星级 另外普遍认为味道较淡的 绿挂咖啡 其实也能泡出浓醇香 我们把咖啡粉 直接加到咖啡里面 然后这时候就冲热水 对 不要怀疑真的是像泡极容咖啡 只是最后还是要把咖啡 炸给滤掉 多个步骤少了方便性 但味道大提升 生活中偶尔来点仪式感也不错 记者王仲淳 曹文宁台北报导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